欢迎有志一同的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共创A Plus联勇 出动高层招募疫情之下 半导体跃升全球最重要的产业 不止广真新鲜人 驱动IC厂联勇开出第一枪 全面调整薪资结构 官方没有透露幅度 但强调很有竞争力 会这么积极是因为这件事 新的人才这种被吸纳的 对台积电吸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很多科技公司 开始面临找不到人的压力 台积电这几年不断扩厂 需要的人才从以往 大部分都是国立台青交 现在连私立大学也要抢 为了避免人才流失 其他IC厂除了调薪 也更加重视相关福利 公司可以按摩 而且一次只要50块 其实福利都还蛮好 那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我们的旅游补助 IC设计龙头联发科 业绩率创新高不亏待员工 按摩健身房甚至连幼儿园都有 努力留住人才 同时启动大规模征才 年底前预计招募超过 两千名员工人数创新高 硕士毕业生年薪上坎两百万元 博士有两百五十万元 在IC设计产业 这一块除了跟国内同业 抢人才国外这边 也有一些这个抢财的一个动作 所以势必要调高薪资来留人 半导体产业行 台湾大厂不只面临国外厂商抢财 国内竞争更使激烈 随着联勇调薪 有望带动2014年以来 IC设计产业一波最大的加薪潮 创造更好的就业水平 三学区这种方向才比较 谢谢